杨老师,你在干什么? 我们在找这个墓 一公里头靠坐行驶 前方进步过石头发掘 我叫杨帆 应该说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文化遗产的人 所以可能这么过去的20年时间 我尽可能地去走遍中国的文化遗产 所以去过很多的地方,很美的地方 但是驱使我去不停地去行走的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在路上会看到很多的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文化遗产都在很快的速度在消失 而且有的人说这样一种消失的速度 可能是中国这个国家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所以这也是我不断地去旅行的一个原因 我希望能够更多地去看到这样的一些 可能会即将消逝的这么一些文化遗产 也许我没办法把它留下来 但是我想我至少我希望能够看到它 能够去记录它 因为对我来说我并不是一个历史学者 或者是一个文物考古者 我认为我的使命是去把那些冰威的东西的现状 和它冰威的原因去记录下来 肯定会做很多的拍摄 然后我想所有这样的一些记录 所有这些拍摄 我想最后它能够变成的一个是什么 我想我希望它最后变成一个就是证据 就是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这个文化它存在过的证据 它可以去证明很多东西 它可以证明很多东西的存在和消失 可以证明这些东西是因为什么存在 而又因为什么消失 也可以证明到底我们应该怎样去看待我们的文化遗产 我们应该怎样去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 我觉得它是可以作为一个证据的 所以我非常的庆幸 我有这样的一些证据 走到了那些古车路的时候 我看到那些还生活在一个比较传统方式下的那些人的时候 我有一点被他们打动 我说实话 我感觉到他们代表了一种 一种 怎么说呢 是我没有体会到的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让我很佩服的一种 比如说他们对于道德的那种坚守 对于这种自然的这样一种敬畏 他们怎么样去和谐的去和人和自然去生存 我觉得他们这样一种生活的方式 和这样一种态度吧 我觉得是让我被打动的一个原因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能够在 在行走在探访的过程中间 能够遇到很多的不同的人 很多的年轻人 很多的老人 他们给了我们很多的非常有意义的东西 很多很美好的记忆 很多很动人的故事 我们在石窟 就是遇到了那个管理员 然后他给我们讲了很多他的故事 然后我才知道原来他的父亲 就曾经在这个石窟当了20年的管理员 因为那个地方其实我们也知道 是一个交通很封闭 很难去到的一个地方 所以他需要一个人在那样一个大山里头 是面对着空旷的山谷去居住着 然后一住了就是20年 然后他的父亲就 可以说就是病倒在 然后可以说就倒在了这样的一个保护石窟的管理人的这个岗位上 然后这位老先生他又接下了他父亲的责任 他又接着去做起了这个管理员 然后他跟我们聊了很多很多的对于这个地方的文化 我可以感受到的是 他是真的对这个地方很有感情 他是真的很希望去保护住这样一个地方 所以虽然说条件这么的艰苦 但是他能够去坚持的去 可以说拿出自己整个的生命 去来做这么一件事情 然后那个石窟得到了可以说非常好的保护 当然可能要排除掉文革那段时间 当然他也提到了在那段时期 那个石窟寺也遭到了很大的一个破坏 然后很多的一些石窟和石窟被扔到了山谷下面 后来是他的父亲亲手一片一片的从山脚下去捡起来 又搬回去 然后又重新修补起来 所以他经历了浩劫 但是还是很幸运他能够最后还是能够保护住很多 我觉得这跟这样的一对父子的努力是很有关系的 他也提到中间有很多人愿意去花钱去收购 然后很多人过来想来偷盗这里的石窟佛像 导航到四南线 在路上走有一种 很急迫的看很急迫 确实因为说实话我觉得很多地方就是 你可能如果你现在这一次不去 你下次来可能他就不一样了 可能那种而且你一旦失去的话 那就是永远的失去 所以我跟别人开玩笑 我说我就是在跟时间赛跑 就是要抓紧时间去看 尽可能的去看到每一个能看的东西 虽然这不可能 我不可能看遍中国所有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能看多少 就是我会尽我的努力 我也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意义 可能因为中国的经济的发展非常的快 所以很多地方的这种变化特别的快 很多的历史的村落村镇就很快的去消失掉 我亲眼见过太多的这个老地方就消失了 太多太多 我觉得这几乎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也是一个让我很可以说很痛心的一个现象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就是很多地方都在变化的非常的快 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发展非常快 另外一方面也是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老的传统的村落 传统的城镇都在快速的这个商业化 因为当地需要去做旅游 为了吸引游客 然后就把很多地方 我觉得是做的很商业 很多地方的改造的方式 在我看来很生硬 就是把一个古镇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用一种近乎是工业化生产的方式 去进行一种仿古的建设 然后最后造出的一种那种所谓的古镇的情景 在我看来有时候就有点像迪斯尼乐园 那些老房子 它自身的那种时间留给它的那种 韵味那种痕迹可能很多已经消失掉了 而且很多的村民 当地人可能就已经搬走了 或者是加入到了旅游服务的大局里头 当然我并不反对人们 通过旅游来实现一种经济的改善 但是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在对待这些历史街区 这些老房子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和当地人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他们有没有参与到这个过程 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是在当下我们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就是说建筑以及那个建筑里头蕴含的文化和人共同生长的过程 你怎么样才能够让它重新再去进行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非常关键的问题 现在的很多问题是 这个一个老房子被一个房地产企业收购了 那么这个企业就用它为了适应它的商业目标 去使用这样一个老房子 那么显然这样经过这样的一种改造 为了适应这样的一种使用墓地的改造 是和它这个建筑原本的精神是差异极大的 当然我不是说我们现在还是要延续我们过去的那种生活方式 我不是这么说 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 这个两者之间的精神内核是差异极大 对吧 所以当你说到保护我们中国的文化 保护中国老建筑的时候 到底在保护什么呢 你保护的只是那个瓦和那个梁吗 是不是还有更多东西我们要去保护呢 那个东西我们到底该怎么保护呢 在这样的一个现代社会里头 在这样一个我们每个人都已经无可避免的现代化的社会里头 我们的文化又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我们从一开始 从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遇到这么一个问题 应该说也是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对 就是我们有没有资格去来表达什么 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要求别人用我们希望的方式去继续生活 我觉得当然我们必须要问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从一开始来说 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一直是一个 怎么说呢 我是一个观察者 我是一个记录者 我只希望去真实的观察和记录 以及帮助其他人去表达 比如说帮助那些村民 帮助他们去表达 我并不希望去用我的个人的喜好去强加给他们 你们应该怎么生活 你们不应该把你们的老房子拆掉去建新房子 我一般不会去这么跟他们沟通 我更多的是希望他们至少能够有机会去表达他们心里所想的 每次回到酒店已经很累了 所以每天赶路的特别辛苦 所以基本上不可能再有时间到酒店 我也不会再去做什么处理 实际上有时候去很多地方之后存了会特别多 因为过去的可能20年吧 基本上可能存了几百万的照片 所以我其实一直在想 就是这些资料到底能够用作什么 能够干什么 但是我想对我自己来说 首先是要帮助我自己去进入这些地方 我从哪儿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